无论你做什么 你千万不要怕 都活到那么大个人了 回想一下 到了今天 你有多少次因为怕 而错过了 让你翻身的大好机会 有没有 你怕改变 你就无法创造新的结果 你害怕上舞台演讲 你怕拍短视频 你就错过了展现自己的机会 也错过了塑造 和提升你的个人品牌 你怕社交 你就错过了交好朋友 交优质朋友的机会 甚至这些优质好的朋友 可能会是你的合作伙伴 你怕创业 你就错过了赚大钱的大好时机 大好的趋势 你就连投资一样怕 你就错过了很多优质的项目 打造自己的被动收入 让你提早财富自由 脱离老鼠赛跑的大好时机 如果到至今你还是什么都怕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真的 你真的会输了一辈子 怕就是因为担心 担心是一种诅咒 诅咒会随之就会发生 现在就不是叫你做违反的事 伤害别人的走势 犯法的事 在不触动到任何法律上线的行业内 你就尽情大胆的去赚钱 尽情的发挥你的所能 拍短视频演说 你就尽情的传达真相信息 真相的影响力 影响更多人 帮助更多人 到现在啊 其实市场上呢 还依旧有90%的人都是穷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穷实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想死 想到死 做一件事情 想到自己阵亡了 那要怎么样解决 之前 我们的朱世雅老师也教会我 想答案 找答案 你就一直轮回在问题里面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想到死 任何事情啊 只要你去做了 敢埋向出第一步 你就不会再害怕 解决恐惧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面对恐惧 加油吧